我和天打交道已经几十年 所以天很影响我的思想方法 说到天,其实是在说万事万物的基本原则 或者传统上就叫做道 其实所有东西说到尾都是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 天气是来自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系统互相影响 说不到谁是因,谁是果 因此就联想到世上万物 都是一环靠一环互相影响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人类很渺少 我有一次突然发觉 星与星中间 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黑色 我有一次突然一望着望穿了 是一个很远很远,无尽头的空间 这种感觉直到现在还记得 就是我觉得自己和天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恋爱 在行山舍山的过程来说 大地本身就是一个基础 在一个环境里面很喜欢在游走 然后去发掘一些漂亮的风景 而这些漂亮的风景 它是活的一样东西来的 因为它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你如果心定下来去观察的时候 它无论光线也好 又或者风向也好 是会不停有变化的 而这些变化在我写生的作品里面 就会捕捉下来 写生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将一个大地里面 它最有活力的一面 可以捕捉下来 所以它才是写生的 所以大地给我的感觉就是 那个灵感的来源就是因为 它是有新闻力的一样东西 世界上万物感染 形成喜怒哀乐 尤其是人 更吸引不同的感受 数据各种人的故事 香港是多元化国际社会 但可惜 繁命中倾向商业化 轻视心灵文化 万物之灵的人 可有文明的人民关怀精神 因人事构成社会的分子 大家都一起努力 建设进步的生活角度 人也形成各方面的生活 圆圆供给各式艺术的体操 灵感和人互动交流学习 灵感和人互动交流学习 即是和生活互动交流学习 互相学习创作 新鲜黑板生活的人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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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